不是非黑剔白的 我們投資者是選好的股票而已 美股是容易選擇的 這個是真的 就是選多些 港股也有好東西 所以就不要忽略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不敢看淡短期港股 始終你昨天大成交 破壞 還有一直以來我經常都說 是 可能你說港股有些結構性問題 我也覺得是的 但始終落後了環球股市這麼多 小小的資金回流都可以短期有一個大約反彈 我們的主要論斷其實是無片道的 都是說1月22日恆生指數在14794 做了一個短至中期的低位 我們到這一刻為止 都是一個反彈浪當中 只不過在2月23日 曾經上到16,895點 2000點 穿過100天線 穿過玻璃加通道 所以在2月23日之後 有短期一兩個星期的整固是正常 但是以昨天來計算 就可能預視著整固就完結了 當然一天半天休息 在17點 因為其實這1、200點 都是一些阻力位 例如之前提過 2月23日是16,895 接著說17點就是大家心理關口 接著1月2日的高位就是17,135 其實昨天全部打爆了 但是打爆了的時間 大家又對港股有些猶豫 可能會談到就是 都不要追著了 先看一看 先讓它回一回 又或者我先減一減磅 所以這些位置有些整固 有一些叫做整固 我覺得是正常的 只要守著16,895 甚至乎真的守著一百天線 我覺得第一個反大陸是繼續 第二可能連2月23日 到過去那幾天的整固都完結了 可以看好一點 當然肥胎你又是見聲唱聲 我這樣說 其實大家知道港股是便宜的 第二就是近來都叫做一些好消息 沒有一件事立刻令到大家很樂觀 但是隨時隨時都有些東西是憧憬的 譬如我經常叫大家留意三件事 第一就是政策 包括兩會 我知道大家在吵它就是 為什麼房地產沒有了解 現在就有全家救萬科 所以接下來一些政策的憧憬 是有一個預期的 第二 近來經濟數據特別出口 都有改善 大家就會看著下個星期一的三頭馬車 因為一次過就公佈1、2月的三頭馬車 這裏就要說了 我每次都說三頭馬車 很多人原來不知道什麼是三頭馬車 我再說一次是零售銷售 還有工業增加值 還有固定資產投資 由於一次過公佈1、2月 讓我們比較容易全面掌握 在今年2024年開局之後 內地經濟是怎樣 如果是威威威威威 吃著出口優於預期的話 不是經濟很厲害 大家知道內地房地產是一般的 這個大家知道了 但是叫做有政策憧憬 很便宜 再加上經濟有些回穩 第三就是業績 近來的業績又對板 最好就是明天的友邦 19號的小米 20號的騰訊 全部都是對板 我又覺得很難看探過市 所以希望短期就是這兩三百點做個整股 然後短期來說特別是卵政方面的安排 都會不夠膽 順勢而為的 師兄 不要亂猜 都是會看好的 但我想額外今天提多一個論點 因為剛才所說的 哎呀 你不是在Invest Talk說過 其實還有一個論點是新的 就是資金流向 將心比己 為什麼會想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看到兩份報告 第一是大摩 第二是杜富 它都說在2月份 有些外資是回流回香港 當然大家就差